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绿影时光,我是小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闪电奇迹》 这部95年的电影可以说是悬疑惊悚电影的鼻祖了 虽然打着悬疑惊悚的标题,但是整部电影看下来却十分的感人 这也许也是电影所要的一种反差效果吧 电影一开头便是一个孕妇生产的画面 因为被雷电击中,孕妇去世 但是却生下了一个浑身雪白,没有一丝发毛的孩子 而当父亲看到这个孩子时,也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父亲的不喜欢,所以我们的男主角Jerry米 一直就生活在爷爷奶奶的地下室里 因为爷爷的去世也让这个不为人知的小孩重新的被世人所认识 警察和收容所的人打算好好的安顿这个孩子 跟着他们来到收容所的男主角 却因为外表被其他孩子排挤,甚至称作是怪物 尽管Jerry米的身上有一系列的未解之谜 但是收容所的阿姨还是没有放弃他 并且送他去读高中 然而因为这副皮囊,Jerry米同样不说待见 偶然一次物理课上发生了意外 Jerry米被电击中,但是毫发无损 发现Jerry米身上的秘密的物理老师向警察坦言 这个孩子身上是有电的,所以他才会那么多的超能力 想离开医院回到农场家的Jerry米,却被警察拦住了 以为Jerry米只是单纯的讨厌医院的警察,却不知道 在男主角的心里,他觉得世界上最糟糕的一天 便是他在医院出生的这一天 毕竟这个出生的小孩承受了太多的苦难 发现Jerry米拥有独心能力的警察 将Jerry米带到自己家中 因为他的妻子是一个植物人 但是似乎有什么心愿未了 所以口不能言,却一直痛苦地活着 在Jerry米的帮助下,警察得知 妻子最后的愿望就是看到自己和儿子重归于好 看到了这一画面的妻子终于安心地离开了人世 而上次排挤Jerry米的收容所的男学生 因为Jerry米的一个不小心电晕过去了 Jerry米利用自身带电的能力 来了一次心肺复苏,救活了约翰 然而知道了别人内心想法 感受到了这些人对自己的恶意之后 失望的Jerry米在一场闪电之中消失了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一部比较温情的电影 它并不是像介绍的那样吓人 人们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而Jerry米我想就是这个有趣的灵魂 他不仅拥有高智商 而且还拥有着独心术这种超能力 Jerry米的离开 我想也是对于人类的彻底失望 尽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 但是都没有一个人深入地了解他的内心 没有人去真正地理解他想要什么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不仅没有得到家人的宠爱和朋友的关怀 而且还被大众不接受 这样长大的小孩 内心该有多痛苦呀 我是小影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绿影时光